畫面可以看到一名身穿黑背心的男子騎機車在連鎖超商外 當下警方是抓緊時機,上前逮人,不讓他跑走喔 這事發就28號中午11點多,原來收走前 這名年約50歲的蔡姓男子 同樣在子官區移駐超商,看人家的機車鑰匙 鳴拔就心聲歹念,趁車主進去超商消費的同時 把人家的機車偷騎走了 這短短幾秒時間,機車就不翼而飛了 還好警方火爆40分鐘內就火速逮到人 不過沒找到這名蔡姓嫌犯呢 還趁亂將一包白色的粉末丟棄路邊 原警當下也查到他身上原來藏有毒品 代替一段警方訪問 警方當場將毒品查扣 全案一切到罪及毒品為防治條例移送偵辦 好,那麼還是提醒民眾喔 騎車開車出門呢 都不要因為趕時間或粗心就沒把鑰匙 讓嫌犯有機可乘